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眼波 一刀丝丝 一种坎坎 后期之作 千雪 第1321集 雷老爷 您请坐 杨生看着自己的位置摆了摆手 好 雷伸豹放开放僵 在他另一旁的位置上坐下 他环视了在场的人一眼 目光最后落在凤九儿身上 龙姑娘 别来无恙吧 托雷老爷的福 我很好 凤九儿端起茶杯 向雷伸豹取了举 抬头将茶水一饮而尽 好 雷伸豹接过杨生给他递的茶 看着大家 这几天辛苦了 雷某在这里以茶代酒 来 干了 不等大家有所回应 雷伸豹将茶杯举起 干了一杯 他放下杯子 视线再次落在凤九儿身上 来人 给龙姑娘看看画像 雷伸豹一顺不顺地 看着凤九儿 摆了摆手 雷明从怀中掏出了一幅画像 打开 放在凤九儿跟前 凤九儿看着画像中的人 并没有任何慌乱之色 而他身旁的剑衣和乔木 看见画像 却立即警惕起来 龙姑娘 不知道您是不是认识这画中佳人呢 他也姓龙 叫龙九儿 是龙影的副门主啊 雷伸豹看着凤九儿 就像在欣赏家人一般 剑衣健壮 气息一沉 凤九儿在桌子上握上了剑衣的掌 剑衣浓眉一簇 放开了剑饼 雷老爷 有话不妨直说 凤九儿看向雷伸豹 依旧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好 那我就直言了 你们龙影想在历城立足 是不是 是 凤九儿拿起茶杯 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嗯 爽快 雷伸豹敲了敲桌子 长生 让人带点酒过来 是 雷老爷 扬声拱手 转身走了出去 不知道雷老爷 有何喜事啊 要喝酒庆祝 我和龙影要合作 这不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吗 对不对 啊 呵呵呵 凤九儿看着他 蹭了蹭月眉 雷老爷 我没听错吧 你想和龙影合作 像龙影这种小帮派 何德何能 龙影的实力如何呀 看他们的门主就知道了 不是吗 雷伸豹 再次用别有深意的目光 看着凤九儿 他这目光 让剑衣乔木 看着都非常不舒服 但谁也没说什么 现在看起来 只能等 剑衣 不会容忍任何人 欺负他的女人 哪怕 只是看都不可以 幸好有凤九儿 在他身旁 一再提醒他 别冲动 要不然这里 早就打起来了 雷老爷认识咱们门主 凤九儿再次握着剑衣的手臂 淡然看着雷伸豹 轻声问道 不 雷伸豹摇了摇头 他往前靠了些 看着凤九儿 眼底泛着光 就像一只豹子 看着猎物 只差流口水了 我不认识龙颖的门主 我却认识龙颖的副门主 龙姑娘 你不就是九儿姑娘吗 我听说九儿姑娘还未成婚 况且 哪怕是九儿姑娘成了婚 我也不会建议 别说是建议 就连凤九儿也想揍这只蠢豹 不 这哪里像豹子 简直就是一条蠢驴 好色的蠢驴 这只蠢驴 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要是建议真的出手了 它也不好过 不过 凤九儿暂时 还是不想和这只蠢驴硬碰硬 这里是历程 它的地盘 它堵不起 凤九儿抓着建议手臂的力道很大 指尖都快插入了 它的皮肉 建议低头看了一眼 好不容易 才将怒气给压下去了些 凤九儿给了建议 一记安心的目光 回头看着雷伸豹 雷老爷 你什么意思 哪怕他有意让雷伸豹知道 他的人生气冷 雷伸豹也没有半点收敛的意思 龙姑娘 我的意思很简单 雷伸豹扬起了一抹欠揍的笑容 我只要龙姑娘一人 我可以无条件地和龙颖合作 让你们在历程立足 雷伸豹好色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看见凤九儿的真容 他两夜失眠 哪怕是抱着自己娘子 脑袋里也是凤九儿的容颜 他疯了 为凤九儿疯狂 但雷伸豹有所不知 他之所以这么快查到 凤九儿是龙颖副门主的身份 都在凤九儿的掌控之中 凤九儿让人有意向雷伸豹 透露这个事实 这件事现场除了凤九儿本人 就只有凤江知道 剑一和乔木不知道 他们现在才会将怒气 演绎得淋漓尽致 也不知某人的男人 知道自己娘子为了速战速决 连美色都动用了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唯一让凤九儿意外的是 雷伸豹居然来到这个地方 和他说这种话 所以刚才他才会怀疑 杨生是不是一直和雷伸豹通信 告诉他他们的一举一动 李老爷 你是在开玩笑吧 凤九儿有几分勉强地勾了勾唇 杨生亲自送了一壶酒进来 他听见雷伸豹的话 愣了一下 才给他倒了一杯酒 开玩笑 龙姑娘你别太谦虚 你还是第一个 能如此让我牵肠挂肚的女子呢 要不然我也不会亲自来见你 龙姑娘 你觉得如何呀 要是跟了我雷神豹 我保证你一辈子衣食无忧啊 还有 我会让你继续自己的事业 我对龙影 那将会无条件地支持 绝不干扰 凤九儿真想喝喝 这只蠢驴 居然这么看不起他们龙影 等龙影收复他一切的时候 他是不是该切腹自尽呢 李老爷 抱歉 你的条件挺好 但我实在不能答应 九儿早就有未婚夫了 乔木瞪着雷神豹 就像要是雷神豹要硬来 他一定会跟他拼个鱼死网破 我知道 雷神豹点点头 他脸色沉了些 但在端起酒杯抬眸的时候 嘴角再次扬起 东姑娘 我说了 我不会介意 你还是好好考虑考虑吧 话语刚落 他淡默地收回视线 端起酒杯 轻撇了一口酒 嗯 这酒 很一般啊 不过 心情好的时候 喝什么我都会觉得很好 不是吗 哈哈哈哈 雷神豹捏着酒杯 看着凤九儿 嘴角微扬 眼底却带了几分严肃 孙一时盯着凤九儿 往前一步 气息有点沉 我家老爷的意思是 你们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